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电影名叫第九区 一天一个外星飞船来到了咱地球 于是人类的军队强行进入了飞船 这近来一看全是一样的外星难民 人类一看这些外星人都快不行了 救了吧 所以只给他们非洲的一小块地方让他们生活 这个地方就被称作了第九区 可外星人的繁殖速度那是相当惊人的 而且也不上班 就开始和人们吵架了 咱们的男主二狗就是专门处理外星人事务的部门工作 他的老丈人就是这个部门的最高领导 外星人迁移的工作交给了二狗 他们要把外星人迁到离人类200公里之外的地方 这可是一个大工程啊 迁移外星人的工作就这么开始了 二狗在搜查一个外星人家里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小黑瓶 出于好奇就完了一下 结果喷了二狗一脸液体 这个液体不简单啊 二狗开始流黑色的鼻血 医生一看二狗的左手 变成了跟外星人一样的了 于是把它转移到了军队的实验室 经过实验之后 二狗能用外星的武器 于是军队的人就要解剖咱们的二狗 要研究研究它的身体 二狗也不想死啊 就挣扎着逃出了实验室 那军队的人肯定要追你啊 二狗没办法了 就跑到了外星人生活的第九区 在外星人家里 外星人就说是被流体感染了 就是之前那喷二狗一脸液体的黑色小瓶子 红外星人就说了 本来啊 我是能救你的 能把你变回人类 但是现在晚了 必须得有流体 我们才能回到飞船上 飞船上才有治疗仪 为了把自己变回人类 二狗也是拼了 带着红外星人 去他工作的单位找流体 还真别说 还真找到了 可是呢 军队的人也来了 二狗开着防弹皮卡 带红外星人 就跑回了第九区 可因为小问题 一激动就把红外星人给打昏了 这回行了 二狗自己驾驶小飞船 要回到大飞船上去 由于自己没技术 外星人和二狗 都被黑社会的人给抓走了 原来啊 黑社会老大觉得 二狗这种变异的能力很好 就想吃掉他变异的那只手 红外星人的儿子还在小飞船里 然后激活了大飞船 就这样 黑社会老大那里的一个 外星机甲也被激活了 在二狗要被吃的时候 机甲一顿扫射救了二狗 二狗一不做二不休 就进入了机甲身体里 这下厉害了 那是人挡杀人 佛挡杀佛 可能是觉得有点对不起外星人吧 便在他要枪决的时候 给救了下来 最后红外星人带着儿子 开着大飞船走了 他答应过三年之后 回来救二狗 而二狗后来也变成了一只外星人 但是他还依然爱着自己的老婆 电影就这样结束了 该电影说了同样一个地球下 贫富差距如此之大 同样是人类 为什么过的生活就如此不一样 也揭露了人性在困难面前 人性丑陋的现象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